6日,The Black Label全新女子组合《喵5》正式出导 其出导曲并不让人满意 虽然编曲依旧保留了Teddy的特色 活泼、昂朗上口、凸显嘻哈精神 但却似乎缺少一些灵魂 显然,与Teddy为BlackPink创造的热门歌曲相比 《喵5》根本不是对手 甚至有人批评Teddy失去了自己的风格 过于单一,不再具备创作热门歌曲的能力 另外,对与之竞争最大的女团Baby Monster也被提及 网络表示,Baby Monster七名成员从出道等待了近一年 又经历两次出道 依旧遭到韩国听众的冷遇 虽然后续的现场舞台让他们收获很多好评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然而,好的音乐仍然是一个最大问题 Baby Monster发布的几首歌 都多少受到网友的褒贬不一 对此,网络认为 妙物和Baby Monster都比不上BlackPink 两个团体都不如预期 没有什么突出的 似乎YG已经没有了创意 只依赖BlackPink的名气 两个女团可以说都借着BlackPink的名气出道 拥有了不少成名优势 但也面临不小压力 因为前辈的影响力太大 所以,对于两个新人组合都寄予厚望 不过,妙物和Baby Monster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才能证明自己 相信他们会越来越好吧 爱的韩社 美儿姐说最新韩语 欢迎赞和订阅哦